MING PAO TORON 又來到新世代大人的時間 香港的電信市場一向競爭激烈 往往受惠的就是我們消費者 早前有電信商透過推出副線品牌爭奪市場 有我們介紹過的Club Sim 近來數碼通亦都透過他們的關聯公司 推出Birdy自由鳥流動通訊服務 什麼來的呢?我們一同大家看看 Birdy自由鳥服務標榜無合約 價格優惠 即是起到2018年3月25日 還提供兩個月的免費服務試用 首先講一下怎樣申請 你只要去他們的網頁 www.birdy.com.hk 又或者直接起手機下載 Birdy Mobile 手機應用程式 就可以進行登記了 以手機應用程式為例 你只要選擇登記免費試用 你就會看到今次的試用計劃 是每月5GB的21MB限速數據 和1000分鐘本地通話一共兩個月 之後你可以選擇新號碼 又或者把你正在用的電話號碼帶過來 進入你的個人資料 卡就會寄到你指定的地址 收到SIM卡之後 只要按他們的指示啟動卡 大概幾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用到服務 試一下速度 首先 之前都提過 由於是21MB限速計劃 我們做的速度測試 都見到下載是大約20MB左右 算是較足功課 好了 同一時間又用類似的Club SIM 和大家做測試 由於是全速計劃 所以速度就明顯快一折 不過正常我們用WhatsApp 上網甚至看影片 Birdy的速度都已經很夠用 另外Birdy有個獨有的數據P2P功能 如果又用Birdy的朋友 不夠數據用 而你又有多 你可以用App即時射數據給對方 Birdy也有另一個特點 就是平價的漫遊上網服務 優惠期內只要12元日費 就可以在日本、台灣、印尼、澳門、新加坡 或者馬來西亞漫遊上網500MB 過了這500MB就會限速 我們試試開個12元的台灣漫遊玩一下 連線到香港的速度都算不錯 如果用爆了這500MB 又不想被人限速 還可以即時買多500MB用 Birdy暫時未有公佈 試用期後的收費會如何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